不要小看中暑 中暑的死亡率是10%至50% 老人家中暑的死亡率是比50% 中暑無分年齡 不要以為組織預防措施 便可避過中暑 人體的正常溫度大約37度 如果我們有一個大約40.5度 就為之身體熱過高有中暑的風險 其實食藥都有機會容易中暑 本來你應該熱的時候會流多汗 等它揮發的時候將熱帶走 但是有些藥是會吃了之後減少流汗 例如一些抗組織胺的藥物 抗組織胺即是那些譬如雙風感冒藥 或者抗精神科的藥物 這些都會有機會影響身體流汗 或者生產汗疫的機能 為何中暑是危險的死亡率 為何是說10%至50% 就是因為它本身身體溫度過高 加上它的身體會產生一些 我們稱為嚴正反應 導致器官的功能受損 最主要是中暑神經系統 多數都是一些老人家 舉例有長期病患 或者身體本身的溫度控制機能 是比較弱一些 很多老人家都有食藥的習慣 食藥會容易中暑 那是否意味著 不可以做戶外運動呢 那你老人家行山就不是劇烈的 所以選擇的時間 第一避免在烈日最正時 最熱時去行山 第二要戴帽子 遮住太陽 身體不會直接吸收熱力 中暑急救 最好是用水淋在患者上 包括頭部、臉部 如果它有太多衣服 就要脫衣服 這樣有助熱力揮發 可以降低死亡率 如果在活動前大量飲水 又會不會有效預防中暑呢 如果水過量又不行 水過量會有水中毒 水中毒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身體的電解質不足 影響你心跳 影響你新陳代謝 想好好享受夏天 除了做好預防措施之外 吃藥之前可以先指訊醫生 不過吃藥 都是按住家裡休息一下吧